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一起祷告 主祢是恩待我们的主 我们更深信 我们不凭借这世上的许多的力量 不凭借自己 我们要凭借的是 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功 来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10月8号 今天的经段是哥林多后书第10章 第1节到第6节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 求你们不要叫我 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阴磊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在哥林多前书之后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这封信之后 事实上哥林多教会在他 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知智片语当中 知道当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 中间到哥林多后书中间 有人猜想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相当有可能 保罗还有在写了一封信 而保罗在这封信当中 某些话语触怒了 哥林多教会的某些弟兄姐妹 简单说就是保罗说的话 让他们觉得很不得体 甚至是不满意 因此保罗再写了哥林多后书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封信 在这封信里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是 保罗当然透过写这封信 再更清楚表明了 自己的用意跟立场 以及说这些话的原因 所以当我们读到更多后书第十章的时候 特别从第十章开始 其实保罗有更多写到自己的心情 当保罗在这样写的时候 其实正在解释他为什么写了那些话 而那些话就好像我们读到第二解说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换言之就是保罗所说的话 所写的信当中 可能有些话触怒了人 因此有一些人因着保罗的话而大生气 而在大生气的时候 甚至觉得保罗是凭着血气 说话行事做事情 做出这样的判断 所以保罗在这封信当中 特别是进入了第十节的时候 他特别告诉了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要告诉他们说 我说话是直接 但直接的原因是直接要提醒你们 我不是要触怒人 事实上牧师或事实上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都有可能说话得罪人 因此我们真需要更深的明白 到底那是出于血气的 还是出于我真实在上帝的面前要劝告人的 有时候我们透过劝告人 其实正在帮助人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他说我们征战 不是属血气 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银垒 事实上保罗在这里 就是要透过这些话语 使那些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自傲的心 可以一一攻破 所以是的保罗不怕别人说闲话 说他是一个血气方钢的人 但是他要说真话 特别在上帝里面说真话 真实的劝诫人 事实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事情 不论是在牧师在教会当中 我们都或者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别人用直接的话语来回应我们 而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祷告上帝 帮助我们查明 到底这话是针对我 还是我个性中的那些软弱的地方 还是故意要来贬低我 抑制我的 我们要在这中间查明清楚 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一颗查验的心去明白 这些话语到底是针对人的还是针对事的 即使是针对人的 我相信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一个弱点 跟缺憾 我们都需要别人提醒 因此我们真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的心 好让我们查明这些针对我们的话语 或针对事情的话语 可以是有上帝的智慧在纠正我们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 有人特意用话语来针对我们 其实是有用意的 有背后撒旦的阴谋的 因此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查明 并且清楚的回应 如果那是来自于撒旦的方面的话语 那我们大可以不理 如果那是来自上帝智慧的话 那就要好像在这里保罗所说的 使他顺服上帝 透过这样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在我们当中 在我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愿上帝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是智慧与我们同行 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让我们经历 你的丰富与智慧 求主带领我们走在 上帝你所示真理的道路上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